我看完了鼎芯的会计师签证报告以后 我应该会继续抵制鼎芯的所有产品 这样假装在做公益的公司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感谢金主帮拔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 我们的会员资上线了 现在就加入会员 记得在网站上加入 避免被抽苹果税喔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职棒卫泉龙队拿下了今年下半季的季冠军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有生之年我还会再看到卫泉龙夺冠 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 卫泉龙气势爆棚三连冠 徐生平总教练拿下了年度最佳总教练 而黄炯龙拿下了总冠军赛MVP 然而卫泉龙竟然在三连霸的最高气势之年 被鼎心集团为家无预警解散 台面上的理由是球员涉及迁赌案 但事实上鼎心一直都想要收掉球队 因为职棒球队经营亏损 然而球队亏损呢 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好几家公司都是为了要推动社会公益 为了企业形象 为了要带给大家欢乐 大型企业经营职棒是没有在怕亏损的 你每年赚那么多钱球队一年亏一亿 大家就当作是为社会公益在付出 然而鼎心集团呢 他直接把卫泉龙给解散了 他不是卖掉球队 他不是转手经营 他连帮球队找下家都不肯 直接就地解散 就连当时的卫泉龙球员 现在的卫泉龙打击教练张泰山 他都说当年解散球队实在太突然了 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再见 就这么解散了 1999年卫泉龙解散之后 鼎心集团一直到2014年涉及黑心油事件 卫泉前董事长卫英聪 在2017到2018年入狱 好不容易出狱了 可是黑心油官司一桩接着一桩 根本甩不掉 卫家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很重视公益 号称要拿30亿元出来守护食品安全 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决定要复活卫泉龙 希望能够重振企业形象 这么做并没有用 卫英聪在2020年和2022年分别再度入狱 总共坐牢三次 目前卫泉龙正在备战台湾大赛 在魁维26年卫泉龙能再一次夺下年度总冠军吗 而卫泉龙夺冠能够洗白鼎心卫家吗 常常去球场看比赛的卫英聪 他已经获得了台湾人的原谅吗 卫泉公司会在鼎心集团的旗下完全就是一个意外 卫泉最早是由台湾企业家黄烈火 他在1953年成立了这家公司 黄烈火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一点耳熟 他在我们讲玉龙汽车的那一集也曾经出现过 他就是和泰汽车的创办人之一 卫泉最早是一家做卫精的公司 在日治时期日本人向台湾引进了卫素 风靡全台 黄烈火看到商机他就成立了和泰化学公司 后来改名叫做卫泉食品 主打的产品就是卫素 卫泉后来成为食品工业的双霸 跟高清苑家族的统一二分天下 由北卫泉男统一之称 1986年黄烈火退休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接手却闹出了家变 他的大房儿子黄克明任职卫泉的董事长 二房的长子黄南图就任职总经理 两个人经营理念不合个性也不对谈 1995年二房黄南图他就找上了当时很有名的股市大户阿丁 阿丁他本名成仙堡 他就去市场上大买卫泉的股票支持黄南图把大房赶出了卫泉 问题是卫泉皇家是一个大家族 家族里面一大堆堂兄弟姐妹他们都有股份 那这些堂兄弟姐妹就开始联手杯葛黄南图 哎这个故事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呢 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年做过的泰山专家经营权之战呢 泰山的专家呢他也是找来了股市秃鹰诸国荣 结果呢也是痛失了经营权 卫泉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 黄南图引狼入市这个阿丁呢就从市场上大局买进卫泉股票 这个时候黄家做出了一个猪一样的决策 他们在市场上把股票全部倒出来 因为当时为全经营亏损 黄家在48块的价位倒货把股价打到25元 他们认为呢阿丁是跟银行融资的 股票跌呢你就要补保证金 那阿丁呢就会被断头 阿丁到时候只能来求黄家买回股票 那黄家就打算呢他要砍价收购 没有想到呢阿丁竟然把黄家丢出来的股票全部吃下 拿到了卫泉快要一半的股权 他转手就卖给鼎心卫家 卫泉黄家整个傻眼 南统一北卫泉的这家公司 竟然就这样被鼎心整晚端走 那鼎心集团又是如何崛起了呢 这就要介绍到鼎心卫家兄弟 他们家四兄弟出身彰化永静 父亲是在做制油工厂 生产工业用的币马油 通常呢这种油就是用来做机器的润滑油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1988年呢 卫家四兄弟去中国投资 一开始呢是做清香油和蛋卷 但是呢售价太高了 食用油呢也和中国本地的口味不合 卖的不太好 他们很快就赔光了带过去的 三千三百万人民币的本金 诶正在苦恼的时候 老大魏印州在坐火车的时候呢 他打开了一碗台湾泡面 因为实在太香了 通车的乘客拼拼回首都在问 诶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当时中国的即食面还是带装用煮的 那民众没有见过这种泡面 那卫家兄弟就想 诶那我们干脆来做晚装的泡面好了 那卫家兄弟呢就再度回到台湾筹钱 在1992年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中国的天津开工厂 做了第一条的泡面产线 同年8月呢 他们再投资了800万美元 在天津成立 鼎翼国际食品公司 做出了赫赫有名的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如果你有在中国居住的经验 康师傅的广告词就是这个位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是这个位 他这里面的这个位 就是谐音魏家兄弟的位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真的是势不可挡 一路披荆斩棘 2008年突破了全中国50%的市占率 我的好多同事朋友都说 他们心目中认为泡面的味道 就是康师傅的味道 康师傅呢 从大型超市到最小的小卖店 不管你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你一定都买得到康师傅 几乎所有小卖店的基本品 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在中国赚的拨满盆满 风生水起 没有想到顶兴魏家四兄弟 竟然在2014年引起了成台湾公愤 2014年的9月和10月 台湾先后爆出两起食安事件 9月的时候先是爆发了黑心猪油事件 有一家叫做强贯公司的奸商 他被揭露长期回收厨余废油 加工处理之后 卖给其他的厂商做食用油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地沟油 我们以为我们吃的是肥猪肉炸出来的猪油 但那是处理过的守水油 顶兴集团旗下的味全公司呢 他们有12种产品用了强贯公司的地沟油 秉鑫当时的解释是 我们也是受害人啊 我们也不知情啊 我们太可怜了 然而接下来的饲料油事件 才是让台湾人集体炸锅 到了10月份的时候 有一家新好公司被揭发出来 他们拿饲料用油 就是牲畜在吃的 用来增加脂肪的那种饲料油 他们拿饲料油来 跟食用油混在一起 就卖给了一家叫正义油品的公司 非常好 这家正义油品也是味全旗下的公司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 顶兴集团旗下的顶兴制油公司 竟然又被检方抓到 他们从越南的大幸福公司 进口非食用的猪油和牛油 拿来加工 做成食用油以后 卖给下游的厂商 我的天老爷啊 你的产品用的是地沟油 你所控制的胃权 跑去买餐了饲料油的食用油给我们吃 而你自己的子公司 进口不是给人吃的油 提炼以后拿去给人吃 请问你是把我们当猪当狗吗 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又想起 在2013年的时候 不是还有一个大桶食用油事件吗 这个油呢 他被发现是用棉子油 假装成高贵的出榨橄榄油 还加了铜叶绿素 把油弄的绿绿的 很像橄榄油的颜色 而顶兴集团竟然也有买这个油 为什么每一次出事都有你顶兴呢 他们采购油品的流程 根本就有问题 每次都买最见价的油 而且在法院判决当中 也有一大堆的证据 证实魏映冲的决策 就是要用这些问题油 整个过程中最让人愤怒的是 鼎兴从越南进口非食用油 而越南的那家大幸福公司的负责人就说 他们最大的市场是中国不是台湾 而顶兴中国区的高层 他为了要平息众怒 他竟然说顶兴在大陆的油 都不是从台湾进口的 越南油只有进口到台湾 中国的油都是在大陆采购 绝对没有黑心油 哇 他的说法引发了轩然大波 所以你是觉得中国人比较重要 台湾人吃地狗油没有关系吗 每一次黑心油都有你 你显然就是有问题啊 结果你出了问题还说台湾油跟中国油是分开的 中国油绝对没有问题 这就让台湾民众忍无可忍 发起了灭顶运动 全面抵制包括卫权在内的所有顶星集团产品 2015年年底 张化帝愿裁决魏映冲一审无罪的时候 群情一片激愤 很多人就跑去好事多 因为好事多可以无条件退货 而生鲜食品退货之后必须要销毁 损失由厂商承担 所以就有很多民众为了要抗议判决的结果 竟然跑到全台湾好事多去 苗买苗退 他们就是要顶星集团感觉到痛 灭顶行动重挫了顶星集团 卫权的股价从2014年的40块 暴跌到2016年的17块半 卫权的股价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上来 还在18块上下 而在香港上市的康师傅控股 从2014年的20块港币 跌到了2016年的8块港币以下 现在也只有10块港币左右的股价 顶星集团受伤非常之重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恢复 而卫权在2014到2016年间 出现了连续亏损 2015年他们的EPS更是亏损到每股3.78元 一直到2017年他的EPS才转为证数 黑心邮案导致魏宁冲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商业会计法税捐急增法等 总共83条罪被判8年6个月不能一颗罚金的徒刑 而顶星公司呢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 被开罚1亿200万元 并且还需要缴纳犯罪所得7400万元 魏映冲自己为了这个案子前后三度做劳 灭顶行动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效的消费者顶制行为 连续三年遭到亏损 任何公司都会很难挨的 这就迫使卫权必须要切割卫家 当时的卫权执行长苏守斌他发出了一份声明 他表示卫家虽然持有40%的股权 但是呢还有60%的股权属于大众投资人 希望消费者不要再秒买秒退抵制卫权了 这样呢就会伤害到卫权的股东和卫权的员工 还有他们配合的落农 你用地沟游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伤害全台湾人的健康吗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在犯重怒以后 变得很能为他人着想了呢 虽然卫家全面退出了卫权董事会 但是呢卫权董事会仍然是鼎心的加成在主持 我们可以看到总监事名单上面 康发康盛康清鼎安 这些全都是鼎心的转投资公司 而法人代表的陈清和林清堂等 都是卫家的加成 这个林清堂呢 他就是魏应州身边的老将 他的硕士论文呢 就是在写康师傅在中国的并购发展 还有你可以看到持股不多的这一位张博光 他也是魏家好朋友 都是出身彰化涌进的后醋逼 由于消费者常年抵制卫权 直到现在我不小心买到卫权的果汁 我还会被我的朋友们提醒 你是不是瞎了 你看不出来这是卫权吗 我还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魏晨知道他们自己被抵制了 他们就做了很多小农风 台湾小农的产品 开始为台湾小农着想了呢 然后呢 他们会把logo做得非常非常小 不标在正面改放在背面 小小的字你根本就看不见 他们根本就是在跟消费者玩躲猫猫 甚至他们还会在商标旁边打出 嗨又是我找到了开心吗 除了背面哪都不去 我一直都在哦 这种搞笑的字样 唉我真的有点笑不出来 在2014年黑信有爆发的时候 魏晨聪曾经承诺要捐出 30亿元的实案基金 当时的行政院也是很为难 他们直接发声明说 政府来收这个钱不太恰当 顶心还是先处理 跟中下药厂商案消费者的赔偿吧 后来行政院也说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来跟政府 接洽过这件事情 后来这30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非常精彩 魏嘉先是在2017年 在台北市长官邸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说要用30亿元成立30trust 魏氏兄弟公益计划 用于社会关怀 饮食文化教育 食品研究发展 以及青年人才育成等四大领域 他们新闻稿上面说 这笔专款已于两年前 由魏氏兄弟共同持股海外公司 汇入台信银行办理信托 目前正以30trust 魏氏兄弟教育公益信托为名 向政府主管机关申请设立当中 也就是说这笔专款 这个公益信托现在还没有完成申请 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距离黑心油事件已经9年 这个公益信托竟然还在申请中 而鼎星因为被发现 公益信托根本就没有设立完成 他们竟然还要求要撤回申请 那鼎星自己的说法是 虽然没有一口气捐30亿出去 他们还是成立了鼎星合得基金 由自己相关的三个基金会来执行 推广饮食教育食农教育 做工艺回馈基层棒球 棒球这不是在说未成龙吧 他们还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 把相关的成果和社会影响力 做成报告书放上网路 这份成果报告书做得非常精美 会让人非常感动哦 那根据他们自己公开的 会计师签证的财务资讯 到了2022年年底 一共执行了12亿 你花了9年的时间 说好要捐30亿 结果你只实行了12亿 而且还是自己成立的基金会 再花这些钱 这真的叫做捐出去吗 自己的基金会 用自己的公司的名义 去做食安教育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人呢 顶星在2009年鲑鱼返乡 发了171亿新台币的TDR股票 在台湾挂牌上市 非常巧合的是 他们在2009年用总价13亿 买了9户地宝 其中1%是自备款 其他都是跟银行借钱 他出了1300万拿到9户地宝 还从股市刮了171亿 真是顺风顺水的一年啊 康师傅TDR中的80亿元 被顶星拿去 到处收购台北101的股权 拿下了总共37%的持股 他们再把这些持股拿去直押 借更多钱出来 我们看到这是民国102年的101 董监事持股 顶星魏佳的顶固开发公司 把他们持股的76% 都拿出去直押了 这些年魏佳持续买入豪宅 买房买地 包括魏在大岸区敦化南路 入手价46亿的中华票券大楼 还有中正区仁爱路的仁爱竹律 他们还成立了像是顶和开发 顶固开发这些子公司 来做房地产 来推荐案 外界估计魏佳兄弟至少投入了 250亿元在台湾的房地产 这就让外界笑称 他们不是鲑鱼返乡 他们是鱷鱼返乡 康师傅去年的获利是26亿人民币 大约是110亿新台币 你的公司年赚百亿 你花了这么多钱炒地 但是9年前答应大家的30亿 实案基金只花了12亿 我们到底该说你什么才好呢 我们这周的会员影片是讲 我要进场加码微软股票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买对世界有贡献的公司 微软会是明年在AI题材上最有表现的公司 我们应该把钱放在值得的公司身上 而不要买康师傅这种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就可以看到每周的专属影片 我看完了顶星的会计师签证报告以后 我应该会继续抵制顶星的所有产品 这样假装在做公益的公司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按订阅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